联準會帶頭升息打通膨 大宗商品價格黃小玉 棕旅遊 都從高點回落 小麥的回檔幅度甚至將近三分之一 瑞瑩分析師認為 這正是一個鼓舞市場的訊號 美國最新調查也顯示 消費者對通膨的預期 從6月初14年的歷史新高 開始出現小浮下滑 顯示通膨似乎有波雲見日的跡象 联準會可能因此降低激烈升息的緊迫性 只是整體信心指數還是跌到歷史新低 顯示市場喜悠參半 但美股本週最後一個交易日 暫時拋下擔憂情緒 四大指數表現強勁 道琼大漲超過800點 標普以及納斯達克 漲幅都超過3% 夏季一後旅遊潮蓄勢待發 旅遊概念股跟著看漲 嘉年華郵輪公布第二季財報 營收增加近5成 股價收盤上漲超過12% 帶著標普大盤全面起航 經濟軟著陸的機會增加 美股周線也終於止住 連續三個星期的跌勢 道琼周線上漲5.39% 標普漲幅超過6.4% 納斯達克最亮眼 本週一口氣漲了近7.5% 聯準會鷹派大將 聖路易聯準銀行總裁布拉德 24號再度支持 積極升息抗通膨 同時不忘給投資人 來寄興奮劑 他說美國經濟展現巨大彈性 彈衰退或許還言之過早 近新聞 烏絡營周成為報道 電視塔 警報道 今天衛生 最高的 警報道 最高的 視頻 評估份 智商